欢迎收看本期守护车 我是嘉良 今天我们来说全新一代哈佛H6 哈佛H6可谓是一款国内家喻户脚的SUV车型 2010年凭借10万多就能入手的SUV车型成功刷入车圈 从此国内紧透性SUV市场热浪一发不可收拾 但也随着近年以来竞品车型的发力车圈的内卷 哈佛H6的优势已大补充钱 或许对于哈佛H6来说事实后来一波大换血了 而这就是今天要为大家抢先揭秘的第四代哈佛H6 说起现款的第三代哈佛H6的设计 虽然出自全新的柠檬品牌 虽然设计上也一改以往的老套与孤版 但是对于其近品车型而言设计还不够大胆 依旧略显以时代脱轨 所以在第四代哈佛H6车型上造型一定要更加前卫 所以采用了这种极宽的大嘴中网设计 中网几乎占据了整个车头的宽度 两侧大灯造型修长 且大灯一侧沿中网向下延伸 形成独特的日行灯效果 提升车头的辨识度 而大面积的中网内部采用了梯形矩阵排布 隔山阵列 搭配镀银边看起来很精致 而中网的下部采用了立体结构包覆 同时在前杠两侧引出造型深邃的倒气口 沿倒气口下方引出下杠层次设计 同时毫米波雷达也被装在这个位置 而前机盖的设计也采用了微妙的棒壳型转折风格 让车头线条看起来更加厚重有力 而侧身的比例与设计 基本上与现款的哈佛H6保持一致 依旧采用了传统外拉式的把手 以及后视镜的布局 同时轴距参数上依旧有望 保持现款的2738毫米参数 整体来看第四代哈佛H6的车头设计 你们愿意为其打几分当 换个角度来看车尾 从伪装车信息来看 尾窗地主会采用偏溜背的设计 车尾的整体姿态很运动化 尾窗面积不算大 上部有运动造型的一体式尾翼 现款车型贯穿式的尾灯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组 剑尾造型的尾灯组 造型简约 富有立体感 尾杠的亮点还是很多的 从伪装车也能看出 四代哈佛H6将采用 夸张的双边排气装饰设计 造型出广 内部双边四处排气尾猴 极具战斗感 同时后杠中部 有类似于赛车一样的指示灯设计 在H6车型上 或许就是雾灯的装饰 尾标依旧采用哈佛字母标识 而这款没有了贯穿灯的 哈佛H6车尾设计与现款对比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同样内饰的变化也很大 放盘采用了与哈佛神兽同款样式 但这并非亮点 最大的亮点则在三块屏幕上 其实哈佛品牌三连屏 并非此次第一次曝光了 早在哈佛酷狗车型亮相之前 就有传出将搭载三块屏幕的设计 而受制于哈佛酷狗车型定位 与控本的原因 三连屏的方案也并没能落地 而此次在第四代哈佛H6车型上 再一次爆出 结合哈佛H6的售价来看 三连屏有望在高配车型上亮相 而这让我想起了 前不久为大家预测过的 未拍MPV车型 也将采用三块屏幕的设计 所以也能推得出 三平中控或将成为 长城汽车内饰设计的 下一步整体风格 而这款哈佛H6的 中共倒台设计也很别致 档位依旧集成在了怀档的位置 而中部设计偏高 做了两个手机无线充电板 以及类似于装饰性的配件 具体什么功能还不得而知 新车动位方面 依旧会搭载1.5T 2.0T 以及DHT混动 三款动力总成 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若这真的是 下一代哈佛H6的设计 那能否挽救哈佛的市场销量 重回冠军宝座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关于前期一代哈佛H6车型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与观点 评论区咱们可以一起聊一聊 而这就是本期首说车 为大家抢先揭秘的哈佛H6车型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新车手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家梁 关注我 咱们下期见